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聲言會永遠保護有信仰的人 並且讚揚了他們在美國生活當中發揮的作用 特朗普在華盛頓舉行的全國祈禱早餐會上對幾百人說 作為總統他將會永遠珍惜、尊重 和保護那些提升美國社區、支持國家的信徒 他說他永遠不會讓大家失望 特朗普對聚集在一起的宗教領袖 他的內閣成員和共和黨以及民主黨的國會領袖 其中包括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他所領導的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 已經對特朗普和他的政府發起了幾項調查 兩天前特朗普在國情之民當中呼籲立法禁止晚期墮胎 在全國祈禱早餐會上 他說美國必須要建立一種尊重無辜生命的尊嚴和神聖的文化 所有出生和未出生的小孩都是按神的神聖形象所做的 每一個生命都是神聖的 每一個靈魂都是來自天堂的珍貴禮物 特朗普說當大家對信仰闖開心靈 大家心中就會充滿愛 他以自己的討告結束了簡短的演講 他說讓大家為國家的未來討告 讓大家為追求正義的勇氣和低造和平的智慧討告 感到地球